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市场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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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销售专业 对 销售专业 学的专业是销售 对 销售专业 对 然后是零四级二版 零四级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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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硬件 有点点的口服的我都有 就是适当的用一些 小伯 虽然你回答的不正确 但我至少觉得你挺聪明的 其实我们是生产化肥的 其实我们是生产化肥的 所以苦笑 我们的产品主要是销售广东地区 广东地区 所以要说粤语 我怀疑你可能 说不了粤语 粤语也还可以 真的 对 你看你好我好大家好嘛 我都听你 哎呀 行 你这个能过关 那个 能趴不离了 能趴不离了 来来 那个小刘 来来来 快来来 来来 来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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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很多东西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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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听的 一公公目的 你 leser 是的 是 一 他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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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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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是 你吗 我把他说 他 踏踏踏踏踏 我觉得 晴慧太难搞定了 真的太难搞定了 他太聪明了 对 你可以帮忙 不是 他说什么 我们 我没听懂 你翻一下 你们说的什么这会儿 越来越越越 是越语吗 你这个啪啪啪啪啪 是干嘛的 就是说这个东西 我们的视野必须一步一步一步 一个脚印的走 每一步都走扎实了 对不对 太好了 经理 太好了 我们俩交流了好多 他对公司未来的发展 他提了好多建议 好的 有五六点的样子 人才 你就聊吧你俩 我过去了 经理 哪五点 好的 让我很感动 你是哪五点 来 五点 五点就是 产品得保证质量 好 产品保证质量 产品保证质量 员工得保证心情 是不是 然后办公室纪律要好 好 产品保证 销售要有创新 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 还不忘了 最开始的任务 编出来了 拍马屁 永远围绕在老板的身边 此时此刻 我只能说 你真的很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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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真的 真的 真的很不错 老板 我不抱歉了 老板 电话 我接个电话 你不错 真的很不错 这个应该是 范老师后加的应该是 好 好 小伙子 真的很不错 但有一点 非常抱歉 刚才接到的是我们老板电话 他说 我们裁员 我们裁员 暂时不招人了 再给我一次机会 老板 你听我说 如果我得不到这份工作的话 下个月 我就没有房子住了 我和我妈妈 就得流落街头 你和妈妈单独生活 是 所以这份 能具体地说说吗 是 你得打动我 我才能给你想办法 从小呢 我父母就离异了 对 我妈妈呢 为了让我上好大学 非常辛苦 就一直 在别人家里做保姆 每天工作 十二个小时 然后现在我大学毕业 希望可以通过我自己的努力 帮助我妈妈 减少家里的一点油 我自己的压力 陈鹤的出发点是只为母亲 不被赶 赶在大街上 对 所以承受了好多 对 委屈 我理解了 小伙子 不多说了 那啥 你这样啊 我妈妈 董事长请来 你原封不动的 把这原封给我给他讲 我相信 应该能打动他 竟然还有董事长 有完没完 我以为 董事长只是电话里的一个人 多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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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啊 这位小伙子非常有才 这样 他有一番话想跟你聊聊 董事长请 来 坐下 老板好 不是说永远不来爸爸公司吗 永远不来爸爸公司吗 先占个便宜再说 为什么我没把你给说死 说死 我告诉你 你跟你妈现在过得不好 你要负主要责任之 你知道吗 是 当初 我把你妈抛弃了 跟你王姨在一块 离开了你们娘俩之后 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好没良心的一个人 抛弃别人还那么有底气 还有理 你就应该把你和你妈的这个生活给扛起来 那个时候我才一岁 我才一岁 岁数大了 不急事了 这个董事长 这个董事长哪来的 要不要我过去 直接过去好不好 你当王姨吧 我当王姨好不好 我觉得可以 试一下 这次来公司 加油 王姨来了 王姨来了 明天 就得上班 够了 时间特别好 怎么了这是 莫非是王姨 是的 老许 老许 你什么意思呀 想让你的儿子过来吞并财产吗 吞并财产吗 说说吧 怎么回事 这样啊 你先消消消息来 你先坐 来 您先坐 来 我跟你说啊 爸 是这么一个 提问一下 你说 别的不说 咱们你嫁过去 连姓都改了呢 连姓都改了呢 变成老许了呢 老许汪了 这个说来话长啊 你说呀 你说呀 当时我一岁 很多事情我不是很明白 今天我倒要听你好好说一下 今天我倒要听你好好说一下 我跟你说啊 赫儿 你要记住了 你现在为什么能长这么帅 你继承了你爸我的基因 好了 够了 够了 这样吧 我决定了 要你儿子过来上班也可以 但是 你得过几给我 你得过几给我 一同一同 你们两个 玩得是不是太大了 你们俩商量吧 我走了 你们俩商量吧 我走了 什么情况 哎呀 大哥 你们俩商量吧 你这坐下咱骂的 这鱼多大呀 给你拿把伞 谁要跟你讲话 滚开啊 草八怪 神经 你看 那人家是豪义 你 你跟人家那么熊干嘛 你怎么现在才来啊 是吧 我等你等很久啊 我等了你四个小时 是 你自己约了自己 你说我也没答应你 你怎么说这种话 我 我等了你四个小时 你以为你是谁啊 讲你了不起啊 你等不到我 你就回去啊 你这个人 怎么那么失诚呢 我又没有你的电话 我给你一会儿 我又没有你的电话 我给你一会儿 接着眼 接着眼 然后你又不打手以后 万一你在路上出事怎么办啊 我从白天等到晚上 你怎么办啊 你感觉很棒啊 你很冷 知道吗 我今天 我今天 你很开心 出来了 我发现我们的帐幕有点问题 今天要查一查 那你要看账本吗 我要看账本 打开 好啦 你可以看 账怎么不对 账怎么不对 我不想告诉你账位怎么不对 你 你 什么意思 你跟我说什么了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那些钱都是用来给你买中药了 给你补身体了 我经常看到你晚上起来上厕所 次数那么多 我就想悄悄给你治啊 可是 可是谁知道你竟然查账 我悄悄地去找了一个非常出名的老中医 帮你去买药 这件事情你都忘了吗 你忘了吗 你为什么会这么对我 这几个多不是对的 那好 说对不起你 那现在是怎样 是要开除我吗 你喜欢吗 你喜欢吗 我最难忘了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弱 你都想想 太阳天天天地的花园 你给我戴上了 脸子短了啦 我都想要 你最难忘了 大强 你对我的心意我知道了 可是 我也不能一辈子当你的保姆啊 不如这样 你跟名城名誉说一下 我们俩结婚好不好 然后房子 你加上我的名字 好吗 这个 把香料也还我吧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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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话 太可爱了 哈哈 在下咖啡 哈哈哈哈 自打我进宫以来呀 哈哈哈哈 就独得皇上恩宠 于是我就劝皇上 一定要与陆进展 可皇上非是不听呢 哈哈 于是啊 就宠我 我这一开心呢 没什么可报答皇上的 我也给生了一个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生了个咖啡刀 哈哈哈哈 哎呀 看今儿天气挺好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天这么好 都出来晒孩子来了 哎呀 你那个还用晒吗 都够黑的了 都快糊了都 我们把人家拿啊 可以补充点能量嘛 哎 哎 翻一个 哎 刚才我在后面听你俩说 要争得太子滋味 对呀 有点过分 我告诉你们 别那么丧良心 就假如皇上有一天真的驾本 驾本 他才是皇上 嗯 参见皇上 哎呀 你个四一样 他挺会来事儿的你 别急啊 等我当了太后啊 亏待不了你们两个 咱们就等着皇上 就 嗯 嗯 哎呀 皇上 说谁叫吧 哎呀 我说你放风筝 你要当太后 练体太后 哎呀 我这个咖啡呀 我怎么说你 想当年呐 这事儿也怪朕呐 当年朕是一时贪杯 就多喝了一杯 咖啡才得到恩宠 出现这个事情 正应了一句话 真爱生命 远离咖啡 都怎么回事儿啊 平身呢皇上 平身 刚才公公是不是都宣圣旨了 可乱了 可乱了 你没来之前呢 他俩后面巴巴的 那可大事儿 停停停 味儿太大 啥味儿大呀 嘴味儿 你这事儿的花 昨晚我吃大葱 陪你一宿 你都没想味儿大 这会儿想味儿大 哪有味儿 哪有味儿 你瞧你 你这串通力感有多强 给我起来 要不给你做人工呼吸啊 皇上 是这么回事儿啊 你离皇上远点 你那舌头好像发酵了 说正事儿吧 说正事儿 我听说啊 你们都想让孩子当太子 对呀 闹得挺凶 哪位孩子当成太子 当然是我这个了 你来说吧 我这个我告诉你 我这个说辣 你是不是 给皇上脑上了 我跟你说答辣 我这个脑上了 我这个脑上了 停 哎呀 脑水呢 停 小弟 能不能别这么乱 听皇上说 是不是 能不能当成太子 你看他的母亲 有没有那能力 我有能力 我有能力 他有能力了 这几位娘那个 要想教育出好的孩子 必须得文武双全 咱们重文开始 先考考智商 怎么样 考考吧 好不好 请听题 皇上吃饭叫什么 御膳 共有多少道菜 一百零八道 报菜名 那你先帮我报孩子 报菜名 啊 回来 皇上你让我冲不冲 你给我过来 干嘛呀 我让你报菜名 我让你跳长江 你还得跳牌属环里 你还得 还好 跳长江 好呀 跳长江 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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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智商 啊 什么智商 皇上看出来没 他们几个智商 全是硬商 我跟你说 这哪能叫提到智商啊 赶紧治病吧 赶紧治病 请听下一题吧 比过文 咱们下面比比五 比如说 皇上要是遇到危险了 几位娘娘 你们第一件事 应该做什么 拿武器跟他干 保护皇上 拿武器 怎么 傻了 你拿去了 我前面我怎么 好 别过来 皇上 你 你没有三不远的时候 我一个流脸砸 好 请几位娘娘表演 铁头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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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打自己啊 对啊 铁头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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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闹我 你这样 你这样 不好 皇上 我砸完之后 就等于毁容了 你毁容 就等于整容 咖啡 嗯 告诉你一句话 记住啊 榴莲碰碎之时 就是它继位之日 咱俩撤吧 这孩儿抱着呗 回去看看是不是你的 对对 你这样 你这样 你待会儿啊 那个 你砸疯 你没太 不行啊 你家有铅当了 哎呀 算了吧 他太脆弱 还请你来吧 不是 你家孩子啊 一定是太子 哥们 咋不咋了 还咋你们咋吧 走错棚了 容嬷嬷 替我好好教训教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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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后娘娘饶了我 皇后娘娘救命啊 皇后娘娘 娘娘没工夫被你耗着 你今天问什么 问你什么 你老老实实的讲得出来 咱们就放你一把 放你一把 放你一把 你要是不抢 你这漂亮的小脸蛋 可就没有了 你那会弹琴的手指 也就没有了 你好好想想 皇后娘娘 我 我 我的 小脸 好了好了 容嬷嬷 炸 今儿个的美甲时间就到了 明儿个替我把她的脚也给我做了 炸 嘿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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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夫 你醒啦 我能不醒吗 小小年纪怎么发出那么大的憨声呢 我这睡得不挺熟的嘛 姐夫 姐夫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干吗 姐夫 我是小青啊 小青 你是小青 那这里是 这是你开的保安堂呀 保安堂呀 我是谁 我在哪儿 我在干吗 那我就是保安了 这么说好像也没错 但 但 不对 姐夫失忆了 姐姐 姐夫失忆了 你快来呀 在哪儿 你姐夫在哪儿 急死我了 快来 姐夫都失忆了 不光失忆了 这一宿还老了许多呢 我知道了 我一唱我们俩的定情之曲 你一定能想起我是谁呢 怎么样官员 想起来什么了吗 并没有 并没有 还是没有 完蛋了 那只能用终极疗法了 还是音乐疗法 有缘千里来相会 请告诉我 请告诉我你是谁 八十年修得通传毒 为什么我会在这里睡 若是前那年那有造化 碰到我就算你倒霉 我现在就去把家回 若是前那年那又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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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就去把家回 这就是你的家呀 你还想去哪儿 你说你姐夫是不是已经想起来了 不想承认而已 可能想淘家 是不想面对的 应该不是 这样 我告诉他那个好消息不就完了吗 好 我怎么又回来了 官员 为了让你想起我是谁 我打算告诉你 一个秘密 既然是秘密 就请你保守罪 官员 我 坏了我们的孩子 这不是好消息吗 怎么放这个音乐 快摸摸我们的孩子 这么大了 这是胃 这是 这真的是我们的孩子吗 是啊 既然已经到了月份 为什么不生下来 啊 官员 说什么呢 这孩子 我刚发现 怀了十天 十天 对 那生下来不就得三百来斤 那不随我吗 官员 你想起来了吗 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有点印象了 啊 我好像记得 我们给孩子起过名字 对对对对 你叫什么来着 叫什么来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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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这 这 续世林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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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我上次大病一场 皇上很是担心 命于善访每天 每时进步 久而久之 就如现在这般模样 再这样发展下去 我肯定会失去了 皇上的宠爱 娘娘 您真是多虑了 您看看您现在 一点也不胖 真的吗 快 英洛坐下来 给我讲一讲 娘娘怎么个不胖法 娘娘 你看您身材比例这么好 头这么小 腿那么长 又细又直 多好看呀 是吗 其实我也觉得 我的腿挺长的 英洛你过来 快看 我这大长腿 我的腿从这儿到这儿 英洛你的腿从这儿 我慢慢地停 冰雪落下的声音 好了 娘娘 您也别太担心了 我倒是有个主意 哎呀 行了 你先把这衣服放下来 我看你那对腿吧 黄眼睛 什么主意呀 这以后啊 御膳房送来的食物 您就不要吃了 让耳晴吃 哎 英洛呀 你都不知道 耳晴吃成啥样 耳晴 你进来一下 娘娘 快看 耳晴已经挺帮我忙的了 回娘娘 我已经吃了一只烤全羊 还有一只烤鸭 我实在是干不动了 那这样 你赶紧去运动运动 缓一缓 缓好了 把那只烤鸭也吃了吧 娘娘 能不能好好聊聊 你说 娘娘 是我不好 我坏事做尽 但是你能不能别再用这种吃东西的方式 惩罚我了 行吗 你快起来 这种惩罚方式改变了我的命运 不长不后 不要我了 娘娘 好好地一个家 就让皇后娘娘给我 快快快来人 快来人 娘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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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刚听见他说什么没 什么 他说傅恒不要他了 那我不就有戏了吗 英洛呀 你相信我 你的真命天子 不幸福 哎呀 娘娘 您还是想想您自己的事吧 哎呀 别提 一提那个事我就害怕 那这样吧 娘娘 干脆 咱们就不吃 直接倒掉 那怎么行呢 皇上遇刺的 那对皇上是大不敬啊 那这可怎么办呢 哎呀 算了 随机应变吧 哎呀 皇后娘娘 奴才能够起来 奴才原春望 给皇后娘娘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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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看 快看 看见了 看见了 太可怕了 快看这一碗汤 别怕别怕 好 好 好 禀皇后娘娘 这是御膳房今儿个专门 为娘娘备的菜品 好了 公公既然送完菜 那就请回吧 皇上特意吩咐过 请娘娘 务必把这菜吃了 奴才才能回宫复制 这么多 我根本吃不了啊 没事没事 娘娘今天胃口不好 吃不下这么多 皇上英明 料到了娘娘胃口不好 而这汤 就是专门为娘娘 调理胃口 完了盈鹿 你看这碗汤 这跟洗脸盆一样 怎么办呢 没事娘娘 我有办法 好 娘娘说了 你近日为娘娘准备御膳 很是辛苦 娘娘 让你把汤都喝了 补补身体 我这种吓人要是喝了 那是要掉脑袋的 这是娘娘特意赏赐给你的 你不喝 那就是对娘娘大不敬 好 好 那我再喝 让她多喝一点 好嘞 娘娘说了 汤不能白喝 每一碗要有意义 对 是得有意义 今天御膳准备几道菜啊 汤不算 三豆 喝三碗 娘娘 这意义有点牵强 你快喝吧 娘娘再问你 来宫里几年了 五年 回来喝五碗 一 这汤下得也太慢了 春旺啊 本宫亲自问你个问题 你猜本宫今年多大了 嵺娘娘 这个问题奴才实在不好回答你 还是请娘娘换个问题 比如说问问我有几个爸呀 几个妈呀 诸子类之类的 娘娘 奴才实在是喝不下去 你看你 你都喝不下去 那么多娘娘怎么喝呀 说得对 说得对 汤 娘娘可以不喝了 啊 皇上驾到 皇上来了 炉子给皇上请安 皇上 皇上 你怎么一个人来了 正是超近道来的 有一个小门他们都挤不过来 既然是小门 皇上也不能钻过来呀 朕怎么能钻过来呢 朕怎么能钻过来呢 朕是大大方方走过来的 皇上真是机敏过人啊 我吗 你怎么会了呀 你怎么会给好人带过来的 你怎么会给你呢 你怎么会给你了